Hello 大家好 今天黄思拉厨房想和你们分享真人真实的经验 如果你经常食用鸡肉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和你们看一看我家冰箱里有什么冻肉 有什么肉类 现在这些是鱼来的 这是青鱼 其实青鱼和三文鱼都含有很丰富的鱼油 奥米加3 都被誉为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油 所以我们可以在平时的饮食上多些食用鱼类 还有这个青口 青口我通常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吃一次 其实青口也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又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例如鲜 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牛 牛扒 牛的铁质是最丰富的 所以如果对于有贫血的人 又或者是需要补血 想身体比较强健的人 其实是可以吃一些牛肉的 但是牛肉也是容易引起一些发炎的症状 所以如果是有湿疹或者是有伤口的人 有些时候都是不会吃牛肉的 现在这包是猪扒来的 猪也是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它虽然是属于红肉 但是它的属性是偏凉的 因为牛肉、羊肉都是偏温热的 而乳肉就是偏平的 这个是羊架 它也是偏热的 所以通常在冬天吃就会比较好 而且吃了羊肉也是有令身体很温暖的功效 不过可能你们也经常会听到 就是人们会建议我们吃多些白肉 不要吃那么多红肉 因为红肉的脂肪、含量会高些 还有它的飘零也会高些 白肉很多时候就是鱼和鸡 或者是家禽类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选择鸡 因为比较普通的 还有鸡胸脂肪含量也会少些 不过我想分享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经常吃鸡肉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我自己觉得是 因为其实都是我自己的感觉 是我自己的发现出来的 因为如果有看过我的影片 就知道其实我一年前 就开始发觉自己睡觉的时候 如果我半夜起床去厕所 那我吐出来的口水或者是痰之类 都会有一些啡啡的色 即是偶不中 有一段时间就会发觉 那些啡色是越来越深 有时又会浅 即是有时又会浅色一点 有时又会深色一点 那我当时呢 都去看过曬医生的了 我又去看过耳鼻喉科的医生 就照过耳鼻喉武士 那也照过肺 也照过肺 也电脑掃描照过肺 也照过肺 也看过耳科医生 那肺也是没有事 所以都找不出原因 为什么你晚上睡觉起床的时候 就会吐到一些痰 是带有啡色的 那其实找不出原因 但是呢 我在这一年 就有时是 即是有时就好像没有问题 即是吐出来的口水又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有时又会有一些啡啡的色 好像很间歇性 那样 但是呢 都找不出原因 那我最初呢 都会觉得 可能是我自己身体 或者我的食物 太过热了 那就令到呢 我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接着呢 我就尝试就是 晚上呢 就不吃那么多姜的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以前呢 就很喜欢逢亲蒸鱼 我就一定是姜葱的 那有姜葱呢 我就会吃那些姜葱 那可能吃得姜多呢 我觉得我的人呢 就比较偏热了 那还有 又不知道是不是现在 即是属于更年期 那我的人呢 都是容易热的 即是偏热的 所以呢 我就尽量 就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热的东西 即是姜啊 那些呢 就少吃一点 那又觉得 情况好像是改善了的 那还有呢 有时候呢 就会喝点菊花茶 会凉一点 那样 那但是呢 最近呢 又出现了 又觉得 晚上起床 又吵那些口水 都是有点啡啡的色 那样 有时候呢 又深色一点 那但是 都不肯定是什么原因 那但是最近呢 我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呢 我 如果我那天呢 是吃鸡 即是做菜 如果我是吃鸡呢 如果我是吃鸡呢 那晚上呢 吵出来的口水呢 就会深色一点的 那其实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发现呢 那么久都发现不了 还有为什么是鸡呢 那我都在想着的 初初 就想 会不会那些鸡 有激素啊 之类呢 那我都看了很多 资料文章 那就说 现在的鸡呢 都不会说打激素下去的了 那还有呢 应该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应该最大的问题呢 是鸡本身呢 是一种燥热的食物来的 即是鸡呢 本身是可以很保身的嘛 因为它是属于瘟 即是属于瘟热的食物来的 是很保身的 那所以如果呢 你体质是比较偏寒良啊 或者偏弱的人呢 你吃鸡呢 就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吃鸡还可以 就是强壮你的身体 但是如果你本身都已经是 热底啦 或者是燥热啦 或者是燥热啦 的人呢 如果你经常吃鸡呢 那问题在哪呢 就是会有机会 就会吐血啦 那其实这个呢 不是我作出来的啊 其实之前呢 我都认识一位朋友啦 那他跟我说呢 就是他如果在荔枝旺盛的时候呢 如果他吃荔枝啦 吃得太多呢 他的身体呢 就会有出血的问题的 那他的出血呢 就是在他的下身那里出血的 那而我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呢 就是上呼吸道那里 会有出血的问题啦 那所以其实呢 我们就会知道呢 如果太燥热啦 就是如果你经常吃东西 都是吃些太燥热的东西 或者一些大热的食物呢 我们是不应该吃太多的 因为如果他太多呢 我们的身体 所以不单止是会说 喉咙痛啊 流鼻血啊 或者是山瘡啊 那些那样 是有机会呢 是内藏啊 都会有机会出血的 那所以呢 就是尽量呢 如果明知那个食物是燥热呢 就不要说一次过吃太多 那还有都要看回自己的体质啦 好啦 今次我的分享呢 就去到这里啦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那还有我很欢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